1941年12月7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第二天 日军开始进攻马来亚 无信恋战的英军缴械投降 马来亚共产党领导抗日部队 进行艰苦的游击战 给予日本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1943年5月 英国开始派遣情报单位136部队 潜入马来亚 由马共接应 其目的除了收集日军情报 也在于评估马共的势力 为将来重返马来亚做好准备 由于得到人民的支持 到1945年 抗日军已发展成一支拥有八支独立队 总兵力一万人 有千百次战斗经验的作战部队 抗日军士气高昂 意气风发 他们每天在苦连旗下练兵 跑着 要沿着已经开拓的路 去迎接人类的春天 每天每天我在骑下跑着 每天每天我在骑下跑着 都是那么齐区 齐区的路 那么美丽 齐区的路 啊 那么美丽 光辉的气 迎来着这条路 光辉的气 迎来着这条路 我要迎接人类的春天 去迎接人类的春天 每天每天我在骑下跑着 每天每天我在骑下跑着 其实我的眼睛 不是我的生命 不是我的生命 光辉的气 迎来着这条路 光辉的气 迎来着这条路 我要迎着这条路 去迎接人类的春天 去迎接人类的春天 来着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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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迎接人类的春天